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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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做一個症二手術的準備或是設計的話 基本上傳統的所謂3D列印是有3D影像 3D影像到3D列印是近十年的事情 所以在過去沒有3D影像的時候 實際上需要仰賴石膏的模型或是患者本身 本人讓我們評估 加上2D的X光 這些就可以做手術的設計 至於3D列印的年代有什麼差別 就是說其實差別是在於說我們在3D列印的年代之後 我們可以很清楚的知道 骨骼影像跟牙齒影像之間的一個關聯 所以對於我們在做手術的設計 傳統只用2D的方式做設計 跟現在用3D的方式做設計 實際上3D方式的設計 它的牙齒跟骨骼的精準度就會比較好一點 實際上的做法我們最常見的是這樣子 就是說這裡有兩個咬合板 這個咬合板就是手術的時候 配合病患的牙齒位置 可以決定上顎骨跟下顎骨的一個心位置 傳統的這個兩個咬合板是用模型手術 就是比較是屬於傳統的設計來做出來 那目前我們的這兩個手術用的咬合板呢 都是用3D列印的方式 它實際上呢就是可以讓我們 因為配合3D影像的話 骨骼影像跟牙齒影像就可以在電腦上看得很清楚 可以比較精確的做一個手術的設計 所以實際上做法我們最常做還是用3D列印的方式 就是印出兩個咬合板 那輔助做正二手術的施作這樣子